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应该算是震荡 北江资金一个上午流出了三个亿 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吧 就是对盘面既没有特别利空的影响 也没有特别利好的影响 那么会造成 今天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早上指数是有小的冲高的 对吧 就在这个地方有个小的冲高 然后有比回调 那么这比回调更多的实际上就是消化掉 上周五的一些获利盘吧 对吧 就是因为上周五的时候 大家知道先是一个早上午的普反 情绪比较高 然后到下午呢 指数是有一定的回落震荡 那上周五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说了 就是指数大概率就是冲高 回落震荡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指数反弹的比较多 或者个股反弹的这个节奏比较快 那么一些在周末想要避险的资金 它就会顺势出来做减长 或者说是这个周四超低的资金也会做减长 对吧 因为周末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整个周末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 等于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种就是消息啊 就不断的在刷屏啊 整个周末 对吧 一会儿嘛 这个巷战了 一会儿嘛 这个可能要谈判了 对吧 然后呢 欧美又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啊 从这个货币结算系统啊 到可能未来的这些能源的出口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制裁啊 那么在这种大的就是环境下 整个市场周末 其实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 怎么能够把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冲突的这个世界 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对吧 呃 不过我是这么看啊 如果说呃 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了 那么市场就不会有这种预期差了 对吧 实际上情 实际的情况就是 现在依然是局势不明了 啊 局势不明了 那么从这个 包括欧美禁止俄罗斯使用 啊 Swift的这个 就是结算系统 然后呢 我们A股今天 呃 数字货币板块 朝上表现强劲 那么其实都是 炒的是什么呢 炒的就是冲突概念 对吧 就是大的这种 呃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冲突概念 那么今天上午呢 如果从成交量上来看呢 也就是 差不多六千 六千亿的这个成交量 呃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跟周五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 之所以指数在 呃 跌回 跌下去了以后 又被 捞上来 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 黄百线的距离又开始慢慢的上升 一方面呢 是 新能源赛道 盘中有利好 对吧 那么一个是新能源赛道 盘中有利好 另外一个是 包括数字经济盘中 也有一定的利好 然后关于这个 上海跟北京的这个 就是建数据交易中心的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呢 形成了一定的 呃 对冲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黄线就有一波快速的靠拢 啊 像白线有波快速的靠拢 那么目前来看呢 嗯 新能源整个赛道呢 是有一些资金座回补的 所以新能源赛道资金座回补了以后呢 嗯 对 指数来讲 它会也会有个对冲 那么现在指数呢 唯一没有起稳的就是来自于 这个权重板块啊 我们讲的权重就是低估值的 比如说 保险银行 房地产 基建啊 主要是这一类的啊 包括消费类的这个 呃 白酒啊 饮料 对吧 家电家居啊 等等啊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其实没有起稳之前 呃 整个市场 或者说整个指数吧 肯定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 就是我们说注底震荡的这个区间里面 啊 上面呢 也很难凸上去 下面呢 你要说 嗯 再去创新低呢 有没有这种概率 有概率 但是概率又很小 为什么说有很小呢 因为再想创 就很明显在这个位置上 指数是 这个 就有点像 大家都在等 啊 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呢 等待世界的明朗 呃 和谈嘛 对吧 在在这个白罗斯境内都有和谈 那大家都在等这个结果 就谈的 到底谈的怎么样 但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市场其实有了 这个已经有了 这个预期 第一个预期就是 哪怕谈成了 对吧 就是我们讲 哪怕谈成了 那么 并不代表这个事件就此结束 因为欧美会对 这个 俄罗斯啊 形成新一轮的制裁 对吧 那么说 假定说 谈不成 谈不成呢 就是延续现在的这个格局 就是我们讲的 呃 可能在 呃 冲突方面 这个 时间会比较久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接下来肯定是打打谈谈 打打谈谈啊 对吧 那么这种边际效应呢 会 有所改变 呃 这个有点像 就是有点像 当年 中美贸易冲突的第一轮 是很吓人的 啪啪 狂跌 对吧 到了后面呢 你会发现每一轮 它开始 这种影响 影响或者波及面会 逐渐的 呃 减弱啊 边际效应会改善 所以 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对吧 就是第一次 我们看这个 谈 和谈 那哪怕 我觉得和谈谈成了 后面也免不了 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冲突 对吧 都会有 所以 短期来看呢 就是对于这种 资源类的 嗯 品种啊 就是 比如说 假肥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呃 一些上游的资源品啊 天然气啊 对吧 这个石油啊 然后还有一些 特种 气体啊 等等啊 这些 可能价格的 波动 会比较明显 那么 今天如果说谈成了 所以 短期里面 可能这些品种是一个 这个 对线点 等到后面又有什么 嗯 事件催化了 他们可能 又会有反复 所以现在来讲呢 就先手很重要 拉起来东西 你扔掉 就是对的啊 那 找上一个 盘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 打 砸回去 由拎上来的 第一方面 我觉得 从 北向资金的态度上来讲 就北向资金的态度 呃 本身没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 指数能回去 第二方面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3月5号有 我们重要的会议 对吧 我们在会议之前呢 整个市场也是需要维稳 然后周末呢 我们又看到说 这个 呃 中央中央很明确的表态 对吧 就是要对金融市场 这个稳定 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那所谓的稳定就是 嗯 你可以不涨吧 但是你不能够 这个有 我们讲的叫系统性的下跌风险 对吧 这就是稳定 所以这是一方面 呃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盘面上看呢 就大家的观望情绪比较浓烈 今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追 整个市场最高的意愿不强 就大家都不愿意追高 或者说追高的意愿 并不强 那么表现在盘面上 就是表现在盘面上就是什么 就是 很多个股没什么生气 就是 随波逐流 指数回一回的时候 他也回 指数涨一涨 他可能也回个几分钱 对吧 就是就大概这个情况 那么指数呢 包括在这一段的 就是就就第二小时这一段 就在第二小时这一段 他的这个波动率很小 就是很窄 波动率很窄 那么这就 就说明大家观望情绪都很浓 那么观望情绪很浓呢 一方面是等待这个俄罗斯跟 以进自动吧 或者说是大部分人觉得 多看扫东为好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今天上午盘面的 给到的一个信号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市场的这个情绪指标 就涨得加速 早上的时候一度 有三千 就是也差不多打到这里的吧 对吧 就是三千五百只以上的股票 是下跌的 然后来收回去了 那么到中午的时候 还是三千 一百多只股票下跌 一千多只股票上涨 实际上就是 情绪就是一天好 一天不好 一天好 一天不好 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来回好几次了 那么这种就是什么呢 完全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影响 再加上本身 市场处在一个底部 筹码结构不稳 就是赚了钱的人 第二天想跑 对吧 然后呢 真的跌下来 普跌了呢 又会有人去抄 抄完了以后 第二天反弹了以后 又有人跑 就会造成那种大幅的波动 情绪指标的大幅波动 就不稳定了 对吧 我们讲的叫 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就是一天转换一个季节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我觉得是正常的 就是往往市场处在底部的时候呢 第一个人心不稳 第二个呢 是筹码 筹码不稳 对吧 不管是人心也好 筹码也好 其实都是受到情绪的影响更多一点 这个情绪呢 有主观的情绪 也有外围客观的这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在周末写公众号的时候说了 而就指数来讲呢 应该是没有调整好 至少需要 还有一较回踩 那我们把指数这个地方再讲一下 因为今天我觉得没什么太多东西要讲 第一个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周线 创业板的周线 因为创业板的周线呢 上周五碰五周军线下来 本周五周军线顺息下移 所以哪怕你突破了以后 它还会有一较回踩 对吧 所以就是很简单 冲高以后就会有回踩 然后本周的目的就是除非你能后面 公众把这个叫做五周军线给拉平 对吧 这是一个从创业板指数的角度上来讲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指数 我们上阵指数其实也是也是这样 因为上周我说了嘛 留了一根很长的下影线 就是根下影线很长 那本周至少要对下影线做一次确认 因为为什么说要做下影线确认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 这根下影线是创了前一根 这个就是三十一五的新低的 对吧 它最低达到三十零零 所以本周肯定会有一次确认 只有确认了以后再往上 那往上画一下 大概啊 大概画一下 那 就是我说的 其实三千四百七十五点 差不多吧 三千四百七十五点 这个位置 那么往上就是你要突破三千四百七十五点 就至少大影线的实体的一半以上的位置 那么才能够什么 认为是这种回踩是相对有效的 所以在指数没有突破三千四百七十五点 以上 我们都还不能确定说这角回踩 目前是有效的 就是这个回踩是有效的 那这个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呢 就是我来讲 然后我工程化长也写了 对吧 就写的时候可能不是太明确 但是我们课程上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是怎么来判断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角回踩是出来的 所以这又又又又回到我们说 我讲的 因为你在本周的时候 还是要防一下什么呢 就是防一下指数的倒春寒 所谓的倒春寒是什么 或者市场倒春寒就是 就像这两天上海的天气 周末的时候十几度 可能明天要下雨了 下完雨后可能又冷个两天 对吧 所以我倒春寒 然后呢又开始热 就像情绪指标一样 一天热一天冷 一天热一天冷 所以这种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要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上头去追 对吧 反过来呢 真的跌了以后呢 你倒可以去做做差价 就是普跌的时候 倒是可以去做做差价 所以从指数的层面上来讲 它也是这种情况 也是这种情况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对吧 什么时候放量突破 除了放量突破以外 还有一个 我说的放量就不需要很大的量 就是正常 比如说成交量略有放大的突破就行 对吧 三四七五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A股的这个就是过去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改变一个规律 是什么规律呢 就当一轮行情 就比如说跌了比较惨的时候 就跌了比较多了 对吧 有这种跌了比较多了以后 它后面的修复 往往需要什么呢 就是至少权重货要起稳 所谓的权重货 就是我们说的地产啊 银行啊 基建啊 这类的 至少要起稳 或者说重新先反弹 把这个均线收复 然后他哪怕他横在那里 我们市场就自然而然 会找到新的主线 慢慢往上修复 如果权重 就是我们讲的地产银行 保险这类的东西 它没有 本身就没有 在这个位置上依然没有止跌 或者继续再往下走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板块的情况 如果他们继续再往下走 比如保险 对吧 继续再往下走 那这个肯定 你不能说指数就调整好了 那这个不现实 对吧 什么时候调整好了 比如说 啪 一根阳线起来 把这里短期军情 全部修复好了 又上去了 那这个可以了 对吧 接下来就是 如果外围世界 没有什么更大的黑天鹅了 那市场就慢慢慢慢 往上修复了 就是这个事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是A股的 这个就是 看一下银行啊 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银行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把均线修复 重新来 那么这次 这是这个 看日线吧 现在日线很难看 对吧 刚刚把保险 就把均线重新给拉回来 那么就可以了 那 这个叫什么 银行啊 地产啊 保险啊 这些工程机械啊 对吧 家电啊 家具啊 都算啊 建材啊 都算是这种相对估值比较低的 那么他们需要有一个 嗯 指跌啊 或者重新回问的过程 那么就预示着 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就调整的 差不多了 或者说是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就调好了 对吧 那后面可能就是 呃 权重大完台以后 那么有有主线的话是最好 能够有一轮主线 领的话呢 市场就会走的比较规矩 或者说是会走的比较踏实 主线 呃 打高度 然后呢 其他板块轮流做反弹 啊 这就是 最好的反弹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最好的修复的方式 那么差一点的修复方式呢 就是轮啊 没有什么太好的主线 就大家在那里 今天你来 明天我来 对吧 就是或者说是 因为成交量不够 那么就是 低估值的 更成长板块 它就轮流来 可能低估值的板块 涨的时候 指数变得更好一点 然后成长 涨的时候呢 指数不见得 有太好的表现 但可能 个股的情绪会比较好一点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参考 个股情绪 必须看 券商 啊 券商板块 如果当天券商板块 我指的是券商板块啊 比如说当天券商板块指数 涨超过1%以上的 就券商板块指数啊 涨超过1%以上的 那往往预示着什么呢 就是 市场整体的情绪 不会拆到它里去 那么今天你看 券商板块还在创新低 对吧 券商板块指数还在创新低 显然什么 市场的情绪不是很好 所以呢 再加上 东树西山的龙头 这个 今天开板了 今天开板了 那么基本上这种高标的都回落了 或者说是这个大家 之前就是我们讲的 天天看着这些龙头 就是涨停的这个东树西山概念 出现了这个就是龙头股的见底 那么也预示着情绪 情绪面这一块 今天肯定跑不到哪里去 或者说题材面这块跑不到哪里去 那么题材不好 权重也不好 那肯定要有一个好的站出来了 那么就是原先的赛道 赛道品种出现了反弹 对吧 所以这个 就是在情绪 我觉得 就东树西山没有进入到正式第二波的拉伸之前 那么市场 整体来讲 我觉得题材 题材这一块 找不到更好的替代 替代的方向 或者说题材这块 没有更好的资金容量 那么市场自然而然 会不会到赛道方面 所以赛道今天表现的好一点 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看 券商 就是我说了券商板块 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买券商 而当你看到券商板块 如果涨幅超过1%以上 某一天 比如说后面两天某一天 那么你就知道 当天来讲 肯定市场情绪不错的 而且同时 券商板块能够涨的那一天 往往个股是涨多跌少的 或者说类似于有扑涨可能性 这是券商跟银行跟保险的区别 券商更多的代表着市场的情绪跟弹性 而银行保险更多的代表权重股指 以及它的整个对于市场的稳定性 好吧 讲这个呢 我花点时间讲讲这个 今天我们反正课就花点时间 讲讲其他的方向吧 不是其他的方向 我觉得是其他的方面 那今天我讲一下那个吧 本来我想放到后面的课上讲 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东西讲 就提前放上来讲 讲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市场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些投资 怎么样去做一些投资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就是目前中国的A股 依然是一个融资式而不是一个投资式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周末 就是交易所发布的这个 就是投资者的人数 对吧 已经超过了两亿 也就是说目前有两亿的 这个户头开在那里 那么这两亿的户头呢 当然也有些是僵尸户头了 我们不管怎么说 反正以这个数据为准 那两亿的这个炒股大军吧 其实从人数上来 是非常多的 对吧 那么为什么这两亿的人炒股 第一个大部分人都是亏的 第二个呢 是为什么有两亿人炒股 整个市场依然给我们感觉 就是好像依然是处在结构性的市场 没有这个大的行情 对吧 或者是没有整体性的行情 其实就是跟我们A股的 制定的政策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说本身的一些结构 是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A股是一个融资市 因为我们看到 即将进入到全面的注册市场 股票会越来越多 现在有这个三个交易所 对吧 上海深圳北京 北京主要是新三版的一块 创新城 那么上海跟这个深圳交易所 那么也是不断的要发行新股 对吧 再加上新三版的一些品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整个市场上的资金的压力会很大 因为毕竟现在退市制度的不完善 照就是什么 就是你吃的多拉的少 那吃的多拉的少 肯定是个很难受的事情 对吧 那么就根本不利于说 有整体性的好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股票越来越多 但是呢 大家都不退 那就是不是需要更多的钱吗 那么不断 而且不断又有新生的力量加进来 那么这些钱哪里来呢 不可能硬出来吗 对吧 所以当市场上的钱的总量 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股票的总量不断的在提高的情况下 那只能维持结构性的行情 就是东边亮了 西边就不亮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环境 那么 还有一块呢 就是跟机构的制度是有关系的 对吧 比如说 今年到现在为止 特别是过万年以后 基本上好像没有看到 有新的基金能够募集成功 为什么呢 当市场本身不好的时候 募资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因为大家都 人都是喜欢坐胜风车的 对吧 不愿意逆势而行 因为怕你买了以后就要跌 所以这就导致机构他必须自救 自救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前面一轮当中 看到不断有机构要砍仓 他要保持一定的现金 或者说 整个保持一定的就是仓位的递减 一方面要应对赎回 虽然赎回 我觉得现在压力并不是很大 因为一般的基金购买者 不是说水平有多高 境界有多高 就是跌多了 他跟股票一样的 他不会赎回 我不想亏 反正我就让他去了 对吧 就往往在回本的那一刻可能反而倒有赎回 那么 这是一个就是他可能要留出来的现金来做赎回的应对 第二个是 他需要为下一次的调仓换股准备预留好资金 对吧 就是为后面的调仓换股预留好资金 包括一些著名的师母 像这个东方港王的淡兵之类的 已经讲了这个不收取管理费 对吧 那么说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也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更充足的干要了 第二个呢 整个市场也需要有回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看到了新能源赛道这两天回血回的还是白条的 对吧 因为这些主要是一些之前机构资金把持的 那么大家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这些机构资金回血了以后 是不是会造成第二轮的跑 因为只有抛出来以后 对吧 就是回血了以后抛出来 他能抛得掉 那么他等于说禁止就会回升 同时呢 手里留有的现金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市场的上涨 去做一些这个就是提前的布局 因为我们的A股的这个结算 就是每年一结算 机构的排名都是每年一结算的 那就造成什么 每一年都有可能是市场风格的改变 或者说赛道 不同赛道之间的切换 对吧 那往往呢 就是因为制度的原因 一个赛道出现以后就会一波流 甚至涨一年 一年了凑制了五年的业绩 或者凑制了五年的预期 全部涨完 然后后面呢 就是等增量 有增量呢 继续炒 没增量呢 就是换地方 对吧 没增量就是老的下来 新的上去 就所谓的这种情况 我是讲的简单 但实际上里面的结构还是蛮复杂的 那么因为整体来讲 我们是种融资嘛 对吧 再加上基金的这种制度 所以就会造成了 很难有真正的 所谓的价值投资 不是说价值投资 没有 价值投资的标的比较少 这么多的企业要涌向市场融资 但是你不能保证 保证所有融资的品种都是好的 对吧 好的企业 所以这就是会造成什么 叫做真正价值投资股票很少 那么价值投资股票 往往是相对比较稀缺的 那些茅台啊 片仔房啊等等啊 这些对吧 那么再加上市场公认的一些品牌 那么就就造成了一个叫做 差不多200家左右的价值投资的股票 那么这帮股票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核心资产 这就是它价值投资的东西 那么核心资产是不是 是不是核心资产 那肯定是了 不然就不会叫它核心资产 但核心资产跟永远涨 它不是化等高的 但核心资产 在如果把年限拉长了 它肯定能够跑赢市场 不然它就不叫核心资产了 对吧 就像你的组合 比如你家里有一些什么组合 投资组合 其中肯定也有一项是你的核心资产 对吧 那你这个核心资产 基本就是为了拉高平均分的 我这样说 可能你就明白了 对吧 就是这个是核心资产的一个本质 所以核心资产呢 本质上就是 你知道它是用时间来衡量 它会跑赢市场 但是呢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往往它需要选时 什么叫选时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去买 而不要在估值非常高的时候去买 尽量是在估值便宜的时候 或者说低估的时候 你去买核心资产 那就不会亏 过去那么多年了 对吧 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你买核心资产 都是不亏的 我说的是真正的核心资产 不是周期股 你不要拿中石油这些来讲 这个不是核心资产 核心资产是稀缺的标底 对吧 就是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就我能够做到老大 我有你们 你们没有的 对吧 这些核心的资产 往往都是很少的 就是A股里面非常的少 就加在一起不超过200家 就很少 所以这200家都是基金重厂 外资Q肥的重厂 就至少是标配 不能说重厂 就是 持仓里面的标配 对吧 好 那这部分呢 就是 最重要的考验的就是 大家对估值的理解 就是它的估值低了 你去买 那肯定OK 没问题 对吧 然后用时间来化解 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 其实大家都在追求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融资士嘛 所以大家都想追求 要什么东西呢 就是大家都想追求 叫做 价值发现 对吧 我们价值发现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我们简单讲一讲 价值发现 两种 价值发现都是在上市以后 你才能发现 它不上市不能发现嘛 对吧 一种呢就是刺新的品种 就是上市了以后 这个 首先它募资了嘛 募完资以后 这融道资了以后呢 它要做扩展 这个扩展呢 是两方面的扩展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扩产 扩产 那么在原有的基础上 它扩产 扩产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 要有增强它的市占率 本来它的市占率 比如说排名是 这个全中国第三的 那么因为它扩产了以后呢 现在排名是全中国第二了 当然随着它的扩产 那这个市占率排到第二了 相应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利润率 就提高了 对吧 或者说它的这个净利 净利润 每年净利润就会有增加 那么这种呢 实际上往往来自一些 可能相对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高 高精尖的一些 这个企业 那这种 或者说类似一些消费的 都有可能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你赚的是什么钱呢 当你发现这家公司 拿了钱去扩张的时候 就当你发现这家公司 拿了钱去扩张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做了一次价值发现 然后你赚的是什么钱呢 你就是赚的企业 从小到大的过程的钱 就是从一个小企业 变成一个大企业的 这个 这个钱 然后呢 随着市赚率的扩张 对吧 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业绩也非常的好 所以本质上 其实你 你也是赚业绩的钱 但是呢 更多的是 就是 这家公司 就我们讲的叫主因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呢 这个只是你赚起了 它市场更大份额的这种钱 就像你原先 投了一家 呃 面店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现在比较这个比较流行 什么午夜拌面啊 对吧 这个麻永记啊 对吧 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面馆嘛 做连锁的 其实就是你原来投了一家面馆 后来它就裂变了 就变得很大 变得很大 以后呢 就是整个占领了很多的市场 对吧 原来可能是只是从一个地方 所谓的价格发现嘛 就原来没有人发现 它只是一个 区域的 某一个地区 人家说 这家面馆不错的 但是在全中国没有人听说它 大家不知道 比如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家面馆 比如它这家面馆是在南州的 但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可能跑到南州去吃 对吧 所以我对它 其实它的知名度没那么强 就是当地的人可能会去吃 但我不知道 但是它做成了一个品牌 做成了连锁以后呢 其实就是 我们讲的有点叫做 叫无中生有 什么叫无中生有呢 它以前我们不知道 它现在有了 无中生有 就是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 它在各大城市开分店 那么随着它的扩张嘛 对吧 就是类似像海底捞之类的 也是一样的 刚开始是这个四川地区的 对吧 然后现在遍布全中国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当它无中生有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高速发展扩张的过程 但是呢 它的主营变了没有了 没有变 就它还是这个味道 只是市占率更大了 对吧 比如说做传统餐饮就是这样 然后呢 其实传统的企业也是一样 它还是这些技术选项 但是呢 它的市场份额加大了 对吧 有更多的人用到他们的产品了 比如小家电啊等等啊 这些都是一样啊 那么这种企业当你能够很敏锐地捕捉到它的产能扩张 未来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订单跟占有率的话 包括一些医疗器械的公司 那你都会随着它的公司的有效变大而拿到更好的投资汇报 这个是 我们讲的叫做第一种 就是价值 发现类的第一种就是 其他的扩张 拿到钱后扩张 第二个呢 是 这个所谓的价值发现那就更厉害 厉害在哪里呢 它就是 能够改变企业的命运 什么叫改变企业的命运 本来它拿到钱 就是 本来它没有钱 它可能就没了 这家公司就没了 但是因为浓到了这笔钱 就是上市浓到 比如说 这家企业上来的时候是亏损的 但是它的技术很好 很领先 它的技术可能是最好的 得有绝对强的护城河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半导体的企业 创新药的企业 对吧 就是就这类的企业 半导体啊 创新药啊 或者说一些高 高科技的这种企业 那它可能现在业绩就是亏损 亏损它没办法 特别是科创板里的一些公司 它需要上市融资 等它融到钱了 就像这么说吧 京东啊 对吧 这些我们互联网的公司 京东啊 这种什么拼多多啊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它 融不到钱 那就没了 结束了 这家公司就没了 但是它融到钱 它生存下来了 它就变成互联网的 作为一个强大的平台 对吧 美国的亚马逊也是一样的 那么中国的现在 还有一些企业 包括创新药的企业啊 这个半导体的企业啊 高精尖的一些科技的企业啊 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这种公司啊 它也需要上市以后融资 那融资以后呢 它需要在自己的业务上 做更好的推广 更好的增强 以及能够拔高一个层面 就是把它的 这个叫做技术壁垒 护城河 再能够什么 强化 然后呢 因为有了 这个烧钱的资本 或者说是这个 能让钱烧的更久一点 打败其他的竞争对手 对吧 或者说让这个研发的团队 能够更上一层楼 最后能够 让什么 技术转化成 这个盈利 就是有点像叫做 技术成果 市场化 最终就是能够让他的这个技术成果 变成市场化的东西 大家都能接受 老板银都能用 或者说 企事业单位都能用 那么他就能够拿到足够的利润 就像创新药一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投入研发 那投入研发都要钱的呀 直到研发成功 他能最终推向市场 那么所有的患者来买单 所以这是第二种 那么第二种 往往要比第二种 第一种的这种价值发现 更暴力 什么叫更暴力呢 因为他从亏损到这个技术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在市场上被应用 这有点像从零到一嘛 对吧 第一种是一到十的过程 第二种是零到一的过程 那么往往零到一的 爆发力是最强的 刚开始 也是一样的 没有的 对吧 然后他能够 这个让大家接受 那么零到一的过程 往往是暴力阶段 很暴力的 比如说就像 投企业一样的 零到一的过程 可能你刚刚买这家公司 我举个例子 他可能 你买的时候 他也就是五六个亿的 这个 五六个亿的估值吧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可能中 这个流通市值也有五六个亿 因为他很小嘛 但是呢 可能也是不怎么盈利 一千多万 甚至于还是亏损的 对吧 经理论 但是突然之间 他那个东西 搞出来了 推向市场了 拿到大量的订单 那么从零到一的突破了 这个突破的过程 可能就是 从五个亿 直接晋升到一百个亿 对吧 或者六个亿 晋升到一百个亿 他的估值 那这个过程是很暴力的 一下子就翻了 十几二十倍 对吧 那么如果他还能够继续 就是我们讲 靠着这个强大的护城河 能够延展 就是从零到一 然后一又向十突破的时候 那这家公司就厉害了 那他很有可能 从一家 这个十个亿以下的公司 晋升为一家 未来晋升为一家 这个上千亿的公司 对吧 上千亿的企业 所以这种价值发现 就是第一种的价值发现 我说的就是从一到十 你只能享受企业 扩张带来的红利 但是第二种 你能够享受两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 零到一的过程 就是从没有到有 第二种是什么 你能够产生他从 这个一到十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氢能源 氢能源的第一波上来 很多股票也翻倍 也大涨 对吧 那么大家享受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零到一的过程 现在这个零到一的过程 有没有 有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为什么说零到一的过程 没有结束呢 因为现在氢能源的技术 还不是很 很这个 怎么说 就是 还不是很成熟 很多的氢能源的这些东西 还在不断的改进 对吧 还在不断的探索当中 那么等到氢能源 就像 等到未来的氢能源 能够像现在锂电池 那么成熟的时候 自然而然 零到一的过程 就跨过去了 那么也就是说 很多的可能氢能源的一些企业 都是百亿级的企业了 那么到时候呢 当氢能源有国家政策 又类似现在锂电池配套 就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 整个氢能源开始有渗透率的时候 就是零到一 一到十的过程 对吧 就像现在氢能源汽车不断也渗透 要替代老的燃油车 这个过程 那么就会诞生千亿级 甚至于万亿级的企业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吧 所有的价值发现 都是这样去发现的 就它分成两个 不同的维度 第一种呢 相对简单 就你能看得到 你在他的财报里面 你在他的公司公告里面 都能知道 他拿募资的钱以后 去干什么了 他投了什么东西 或者收购了什么东西 对吧 就很硬了 这个呢 比较容易做 第二种很难 第二种做不好 最大的亏损 做好了可能也是 巨大的利润 就是 禁止的正反两面 有好也有不好 比如说创新药 因为谁也没有 因为不是你自己研究吗 所以你只是说 是一个局外人 你是 堵这家公司 最后能成 对吧 如果他不成了 那就结束了 当然从二级市场上来讲 不是结束 可能你就 有产生亏损 如果从一级市场 角度上来讲 那就可能 这个 你的投资会会页面 对吧 就是大水漂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有难度的 一家公司 如果最后 从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烧钱 然后到有盈利 你需要对一个行业 有很好的 潜在性的判断 第二个 你要对公司 不断的有加以 这个研究 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对吧 到了哪个阶段了 现在市场的接受度 什么 还有什么 他后面有没有 更大的追兵 有的时候是什么 你也在研究 别人也在研究 结果呢 你花了巨资 但没用 你还没搞出来之前 有人先搞出来 那你完蛋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就是他的技术含量怎么样 护城河怎么样 他的这个整体 对于市场的贡献 未来的这个贡献 怎么样 能够 比如说产品 推向市场的时候 能够产生多大的利润 能够有多少的市场的 这个占有率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专业的 其实很专业的 对吧 所以第二种是很难的 第二种你要赚到大钱 他需要对你的认知 有很强的这种 就是专业性 那第一种不是很难 第一种往往都在公告里面 能够看到 对吧 他到上次公司 老是有公告的 对吧 现在这个进入到什么阶段了 我扩产以后要投入什么了 所以这两种价值发现 发现其实都可以用 都可以做 但是第二种的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有的时候第二种 就是你要有 第一个要有足够的耐性 因为做长线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些忍耐度 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雌星国 我很看好它 那就是你要让你的成本 做得足够低 能够抵御市场带来的波动 最后可能因为你拿住了 才能赚大钱 大家都知道 拿得住 你才能赚大钱 我这么说吧 就是 这个收藏界里面有一句话 叫收的人不算有本事 长的人才叫有水平 什么意思呢 就你把东西收来以后 你最多能卖个差价 比如我五万的东西收来 我有看上我六万卖给你 你愿意要 那当然就是六万了 对吧 就是就是六万块钱 你卖掉你赚了一万块钱 所以这叫收的人 收的人的眼光很好 眼力很好 他能赚差价 但真正有本事是藏 你有本事藏个十年 就你东西买回去 你藏着十年 但东西肯定要好嘛 对吧 就是说你藏十年 可能你十年以后 卖出去的时候 就上百万了 那这差价就不是 一万块钱的差价了 对吧 所以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你价值发现也是 也是个因素 就最后你能够拿得住 你才能赚大钱 拿不住你肯定赚不了大钱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短线呢 不一定会套住你 但是呢 呃 长线可能会 这个过程会 会让你非常难受 但一旦这个长线的东西爆发了 可能你 所有的回报 就是在这一刹那出现了 对吧 就是你那么多年的等待 就是 就是这 可能就一年里面 这股票就还了十年 都都有很有可能的 对吧 我们不是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那么 这个就是 呃 所谓的价值发现的魅力 反正就跟大家 简单 讲讲我自己对价值发现的看法 那 因而异 对吧 就是因而异 没有相同的 投资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啊 所以你自己仅供参考 那么 当你发 当你有想做价值发现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 手里这些标的 到底符合哪一种 就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好吧 那今天反正就是 跟大家讲讲这个 呃 中午讲一下 这个价值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价值投资跟价值发现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啊 那么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 呃 市场 回到市场 今天盘中呢 就是一个新能源 这个新能源赛导啊 就就里矿啊之类的这些对吧 这个啊 锂电池之类的啊 有表现 然后呢 呃 出现了上涨 跟这个呃 消息面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啊 第二方面呢 就是来自于呃 就是呃 呃 北京上海啊 就是数据呃 交易所的这个成立 对吧 那么也刺激了这个 就是 一些呃 东树西山的这个个股吧 反正从呃 一方面刚刚讲了美律银是开版了 还有呢 像那个叫做伊米康 伊米康其实最近走的还是很强的 现在一来维持在五日均线之上 对吧 今天一来五日均线 所以有第二波的话 我就说啊 这个东树西山我觉得肯定会有第二波 有第二波的话 至少伊米康是不会缺席的啊 不会缺席的 像伊米康这种是走的很强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首都在线已经有资金开始尝试往上打了 对吧 就早上就有资金开始尝试打 就是那个 就是跟这个北京的 这个数据交易所是有关系嘛 对吧 所以呢 缺点呢 就这个股票的缺点是什么 上方的套牢牌比较严重 第二个呢 上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换手 所以一般往往的反凑五日均线 第一次很难过 它需要有筹码的沉淀 然后这里筹码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沉淀 那么就是这里的筹码割掉了 下来了 它后面上去就相对容易了 对吧 但整体来讲就是 就是你看 还是有表现的 那么 另外呢 就是一些全部 除了这个就是 军工啊 对吧 然后这个石油啊 所以像恒台埃谱啊 准油啊 这些 那么我说一下啊 不管是石油天然气 还是一些化工 上游的化工产品 那 就是 每次大涨的时候 比如今天涨到大涨的时候 往往适合的是抛 就像之前做黄金股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今天黄金股也有所表现 那么 如果你不抛 就是我讲的 就是如果你不抛 那么很有可能 短期 今天涨了 明天又回去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完全根据这个 国际 事件的这个动态发展 对吧 可能 这个 事态 又 不好了 那可能这些东西 啪又涨一涨 然后缓和了一下 又又回落了 所以这个节奏 你自己去把握 反复呢 肯定会有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从 从后面 这个 欧美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来讲 这些东西 肯定是混乱乎乎乎的 因为 俄罗斯也是能源 从大国嘛 不管是天然气 石油啊 都是一样 如果他真的制裁了 以后呢 那这些东西 石油很快就不要到 100美金以上去了 对吧 这个 这个毫无疑问了 那么 这种呢 就是会影响 整个的大宗 以及大宗的上远 对吧 包括你看 最近的这两天 什么林矿啊 对吧 这个佛化工啊 也都在找了 然后呢 甲肥啊 对吧 甲肥的这个 周五市场打的是 那个嘛 灌农嘛 对吧 灌农今天还是表现得很好 之前是什么 亚加国际 亚加国际 对吧 好 大加国因为前面涨的比较多 打了上一些 今天没冲过去 那这里可能要所谓修 修整一下 这个是从军工里面 也包括传播 对吧 如果说 我说了 如果石油涨的话 煤炭一来还是会涨 因为这个就是 跟煤化工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中国相对来说是 石油相对匮乏 然后煤炭相对 这个资源多一点 化工呢 主要就是涨的上游的事情 下台电话就是那个猛 对吧 地面涨停 猛矿 对吧 就是这种有矿的 然后呢 那个 大家就看 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叫高标的中矿资源 对吧 这是锂矿的 这个碳酸锂的 那它的 它的这个就是不断的新高 我们之前 我之前在这个 公众商上写过的 如果它是不断新高的 那就意味着整个锂矿锂电池的 这些上游 都还有空派的空间 空派的空间 如在加特种气体像这种 瓦特气体之类的 就是都是属于 这个矿产的这个上游资源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叫什么 新冠 新冠这一块 对吧 新冠这一块呢 主要是跟香港地区的新冠疫情 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方面的检测类的 对吧 需求突然之间的放大 就是香港全员这个核酸检测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效药 对吧 像这种 300199 韩宇药业 韩宇都有大涨 特效药 那么这两块呢 短期来看 就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看 依然还是会反反复复 因为除非新冠疫情的 人数出现低减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 国内呢 也是一样 这个北京啊 上海啊 都有零星的这种人数 然后呢 深圳啊 那边对吧 就是网州啊 那边可能人数更多一点 那么这个从 新冠的 疫情线路上来讲呢 我昨天也讲了 对吧 既然这波新冠疫情走了 是超预期的 那么肯定既然是超预期的 那我们肯定还是有高度 所以今天你看又有表现 对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太好的 那么讲一下像数字货币这什么呢 主要就是短期消息的刺激 那么两个二十厘米 加上今天其他冲口 今天你就不要取吹了 今天再推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后排的不要取吹 很容易 就是后排的很容易 这个明天一回落就 就越出现亏损了 黄金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西部黄金就最简单 西部黄金就是龙头 对吧 那天涨停嘛 对吧 第二天就低开 那如果你在低开的时候 或者说去低息的话 那么今天就想收到利润 所以你每次 这也是涨停第二天低开 应该是对吧 涨停第二天低开 低开你去买 欠富 你就等吃到涨停价冲高 对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 如果龙头都是这么鲜明的特质 其他后排的更加是一样的 就你不用考虑说 他涨的时候你去追市 最不划算 对吧 很有可能 说今天有 下午有谈判缓和的迹象了 那可能黄金就回落了晚上 那明天又是个低开 对吧 那么培育钻石呢 也是一样 培育钻石最近因为 是天然钻石的涨价 导致培育钻石 大家觉得 未来的渗透率会更高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包括培育钻石的价格 也会同步的上升 那这样 培育钻石的板块的个股 就反弹的比较厉害 类似像 这个叫什么 黄黄旋魂 对吧 连续 阳线往上走 对吧 还有一个题材 今天就是 有两支个股说出现了高宋转 一个是力量钻石 对吧 力量钻石的高宋转 看一下 石钻石 但是市场好像不太论可 高开低走 说明什么呢 现在高宋转这个东西呢 已经不太流行了 或者说不太有人愿意为高宋转去买单了 特别是高架股 对吧 要做高架股 所以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一家 另外还有 还有一家是做医药的 对吧 嗯 这个叫一窍神仲 对吧 一窍神仲 也是的 石宋九吧 应该是 今天也是的 高开 对吧 回落 然后震荡 它还算强一点 它还算强一点 原因是什么 位置低 原始位置低 但整体来讲不算很强 因为按照以往的话 这种就至少有一个板的空间 对吧 百分之二是要给你的 那说明什么 就今年来讲 到目前为止 高宋转并不受特别的欢迎 但后面看看管理层的态度吧 因为现在是石宋十石宋九 会不会有超过这个限度的 对吧 比较有从石宋十二的 那还差不多 另外还有个现象 就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高宋转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都是没有客创版的 如果客创版这次有 谁能够 高宋转获批 因为我觉得这个 客创版这过去两年 没有高宋转 一定是 教授 或者是证监会 明令禁止他们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你不禁止 像这么高的股票 对吧 本身这个 就是流通盘 有这么小的 很多的公司 他早就高宋转了 那一定是 这个上面有规定嘛 对吧 就不让高宋转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 因为 因为在客创版里 就两种情况嘛 就是流动性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打破 50%的门槛 就这个门槛 50万的门槛 不要了 对吧 那么就是流动性释放 第二种呢 就是高宋转 高宋转了以后呢 就把 把这个 股价给 打下来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 那么这也是一种流动性释放 在这两 两个 前提下 就这两种 没有任何改善 那你也不要指望 现在客创版有 会有这么更好的上涨 更多的可能就跌多了 就是翻弹 对吧 那么我说一下 客创版 我客创版呢 反正你要如果定投的话 没问题 因为定投是时间换空间的 对吧 定投呢 我说一下吧 就是以现在 1200点嘛 我就拿1200点 做一个中轴线 那么1200点 每跌3%以上 就差不多就是跌个 这个40点左右吧 对吧 40点不到 就跌3% 我以为要选择跌3%吗 就3 比如1200点 就36点嘛 对吧 也就是说 差不多40点左右 如果每次跌 不管是一天 还是累计两天三天 每次跌 3%以下 就是跌到40点嘛 跌个40点 3%以下 你就只做一次定投 但以前定投的就算了 你就以前有的定投 那就说没钱了 那就拿着 就新的想来定投的 就是我以前没有定投过 现在想要定投 对吧 那比如说你准备 10万块钱做定投 把它分成五份 每次2万块钱嘛 对吧 简单吧 跌30个点 或者跌 这个就是跌3%吧 我不说30个点 就3% 40点左右 你就 买2万块 那我说的是 你10万块的本金啊 就买2万块 你准备买10万块 就2万块 再跌3% 再买2万块 一直跌到你没钱 就是你买完 五份买完 或者四份都可以的 那么基本上 如果按照这种来定的话 你就说 指数要到1000点以下去了 那么1000点以下 就你的定投 后面买下来 就变1000点以下了 那就基本 保证你能赚钱了 保证你能赚钱 对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 也不用有什么 这个心理负担 所以从长期来看 这个再次定投 肯定不会吃亏 就肯定不会吃亏了 现在就解决了 就是后面 看流动性 看管理生怎么解决 因为我们A股 确实有很多 制度性的东西 就讲不清楚 不是我们所能够 就是 他一直是走的那种 叫做 很特殊的路线 对吧 同一个同一个 这个市场 居然会有不同的 这个待遇 对吧 既然股市有风险嘛 这个路市需谨慎 其实每个人 都是知道 盈亏自负的 我买股票 盈亏自负 对吧 那你想想看 你买个SD股票 也有可能退市 其实要比你买个客创 买的股票 风险更大了 但不是照样有人买吗 买的人也知道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去解释 只能说 不知道 这个人家是怎么想的 对吧 好 那么 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叫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呢 目前来看 就是从这里下来 还是一笔又上去 对吧 创了新高 这个来看 那 基本上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后面不会创新低了 就这个低 这就是我说的 哪怕指数有可能再创新低 但平均股价指数 再创新低的概率 基本没有了 那如果平均股价指数 没有再创新低了 那么就是应该往上走 无非就是他应该怎么往上走 怎么去修复 所以我说 三月份可能后面的反弹 就是后面市场的反弹的力度也好 或者所谓的反弹的赚钱效应也好 有可能会超预期的 就现在大家还是比较悲观 但等到真的来的时候 往往会超预期 好吧 那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